8月27日,刘烨在微博自报,带儿子诺依和女儿妮娜去体验荒野求生,并分享野外照片。 他称自己是路痴,希望孩子们若在野外迷路能知道怎么自救。 27日下午,刘烨在微博一本正经的发言,教给孩子基本的生活技能很有必要,今天的主题是荒野求生。 分享的照片中,他带着孩子坐在大了一半的棚窝里,满眼警惕地盯着棚外,儿子诺依自己蹲着,女儿妮娜则坐在爸爸大腿上。 原来,身为路痴的刘烨担心孩子在野外迷路而无计可施,才带他们来体验。 因为本人深受经常迷路之苦,所以在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时,搭建一个临时庇护所很重要,这样可以防雨休息恢复体力。 搭建好以后,时刻警惕野猪来袭。 色狐视频,娱乐播报,整理报道。 像搜狐视频,看中国好声音。大家好,我是张惠妹。